我覺得我最厲害的是 我號稱有 那是做的 好像有 它是真實 來 雙子 雙子這什麼毛病 其實我對自己的外表滿意度 也是100分 雙子都對自己本身很有自信 可是過30歲之後 我的焦慮症就開始了 我開始要敷臉 然後每天都會泡澡 規定自己要泡澡要泡三天 我一天會敷三次臉 然後我就要求自己 一定要吃那什麼膠原蛋白啊 然後 什麼胎盤粉之類的 只要口渴 我就是喝膠原蛋白飲 我覺得我最厲害的是 我號稱有 我的胸部 妳想摸嗎 然後很漂亮耶 超美啊 我花了100萬來做胸部 這做的嗎 對 這是做的 你是說這種東西裡面進去嗎 自體 自體的 自體來摸 這是最好奇怪的畫面啊 欸 不是 滿軟的 滿軟的 好像有耶 有 它是真的 欸 它是真的 它是真的 對 它是真的 自體應該 我剛剛有摸到骨頭 摸得好累 脂肪耶 對 全部都脂肪 我不像他們那麼沒有禮貌 李善王 萊萊 妳換 喔 真是有故事的 我在十多年前 智體剛出來的時候 那就有醫生問我說 妳要不要業配 然後我就做了 然後做了之後沒多久就消了 還脂肪鈣化 我後來才知道那個醫生是 無良的黑衣 之後又找了很多醫生 幫我處理這顆鈣化的問題 可是大多數的醫生 她都沒有辦法 對 結果我終於找到一個名醫 它真的很貴 我光第二次手術 就花了 而且是我是全身抽 所以還要穿塑身衣 那塑身衣我就找了最頂級的塑身衣 太貴了 這不是有超能力啊 我覺得很值得耶 你們要不要去 好麻煩 那我想 我每三天就一定要去運動 而且我有時候 我真的很愛照鏡子 我記得有一陣子網路上都說 那個下巴跟鼻樑跟額頭 一比一嘛 對... 我就這樣子 一... 怎麼辦 耳頭少0.5公分 還不夠 那怎麼辦 我真的去 開始搜尋 我去執法 就執法把這一個 這一個0.5補起來 我做了一個美人肩 哇 哇 在這裡 是這個0.5 那你的臉型比例就剛剛好 對 然後他比例很完美 而且... 你那個不是用七筆畫就好啦 本無用 有 我做完美人肩之後 我讓他... 為了讓他更好看 我還去秀髮肌線 然後看到我肌膚的狀態 就是連毛孔都看不到 我紋理都看不到 我就覺得 太滿足了 對啊 所以他給他外表 滿意程度是100分 雙子耶 雙子這什麼毛病啊 哈哈哈哈 桑老師我覺得好累喔 我心好累喔 哈哈哈哈 我心好累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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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